近日,美国FDA授予罗氏药物,PD-LEE制纪Tacentric联合安危型Avesting,通用名,Bavacizomat被罚单抗突破性疗法认定,用于一线外期获转迷性肝细胞癌,这也是Tacentric获得的第三个BTT。 肝细胞癌是一种高死亡率的原发性肝癌,5年存活率为12.2%,是癌症第三大死因,它是一种全球范围最常见的恶性肿瘤,尤其是在亚洲、非洲和南部欧洲。 虽然大多数HCC可以预防,但几年来的发病率不断上升,究其原因,可能与慢性肝病、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等常见危险因素的流行有关。 由于HCC患者容易对标准产生抗药性,他们急需有效地替代疗法来缓解疾病。 此次突破性疗法的认定是基于一项IBT临床研究,NCT-02715531的积极数据。 该研究是一项开放标签,多中心研究,评估了数个种流免疫组合,疗法不通时体流的安全性和临床活性。 就包含了Tacentric联合Avastin一线晚期不可接触性或转迷性HCC。 患者接受Tacentric 1200毫克和Avastin15毫克每千克每三周一次静迈输注,直至失去临床活益或不可接受的毒性。 数据显示,中卫随访10.3个月后,23例疗效和评估患者中,客观缓解率为65%,N等于1523,在所有亚组中都观察到了缓解。 在安全性评估患者N等于48中,28%的患者N等于12经历三到四级相关不良事件。 未观察到与相关的五级不良事件。 目前百时美式瑰宝、墨沙冬、罗氏、辉瑞默克为全球四个以上市的PDEPDLE一致际拥有者。 作为罗氏的重磅药物,已经获批了尿路上皮癌的相关适应症,以及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。 香港特区肿瘤中心专家指出,感细胞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,手段有限,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癌症。 Tecentric联合RVT应该疾病的初步数据颇至前景。 目前,香港特区肿瘤中心,已经汇集了广大寻求海外医疗的患者。 若有疑问,请咨询感众医学顾问,KK189-3809-2961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